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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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干活吧你 这可是你未来丈母娘的方法 你是主力 够啊 谢谢你 小心 加点水 水梨汤来啦 什么事 大伙辛苦啦 来 快点出来 快出来歇会儿 喝完水梨汤吧 好 好 洪领儿 之前小叶不是说 找那个苏教授给安排手术吗 医院说了 您现在这情况 只要按时吃药 积极复诊 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 那你要不要给小叶打个电话 让他问问苏教授 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 就不要太麻烦人家了 你是不是又跟小叶闹矛盾了 妈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是那个小萧吧 我听说 她父亲还在隔离审查 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妈 你能不能别那么势力呀 闺女 闺女 你这么说你妈呢 我难过啊 这么些年 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 我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 对不起 妈 我不该那么说您 你别生气啊 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啊 你现在年轻 绝试风花雪月的都好 等以后过日子 有你苦受的 您说的道理我都懂 但是我拗不过自己的心 你傻孩子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贺洪凌 电话 来了 妈 等会儿春生就来了 您可别乱说话 喂 洪凌 是我 哦 郭华 怎么了 我听说你要接阿姨出院 是 洪凌 我已经跟苏教授联系好了 他那边正在定手术时间呢 郭华 谢谢你啊 但是 洪凌 我跟春生已经说清楚了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朋友之间帮忙 我跟你说心里话 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 但是我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 接受你的帮助 你明白吗 你别多想了 我挂了 各位 各位啊 听我说两句 看在我们革命友谊的份上 我把我们家所有的肉票 都放这桌上了 往后我都得吃草了 你真假的 别笑 我告诉你们 哥儿几个筋 谁给我客气 我跟谁急 谁跟着 吃啊就喝好 来 来 好啊 别说破杯了 来 来来来 快点就别下顿了啊 来 这第二杯小我提议啊 我们敬贺洪凌同志一杯 祝贺洪凌 光柔入武 来来来来 恭喜 恭喜洪凌 我干了 兄弟们 我的入伍通知书也下来了 过段时间 我就跟洪凌一起入伍了 春生 是我失言了 说什么呢 真是好事 早该这样的 还以为咱跟几个 永远都不为分别 还挺舍不得大家的 还挺舍不得你 好男儿 志在四方 好兄弟来日方长 对 我再次提议 举起我们的锁中酒杯 祝贺我们的 国华和洪凌 光荣入武 来 来 干杯 干杯 你当兵了 孝叔送你个小东西 留个纪念吧 这只笔是春生妈妈留下来的 在东北战场上缴获的美国货 别看老 好用 孝叔 这可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我生病那阵子 辛苦你了 拿着 孩子 有时间都给春生写写信你 他一个人留下孤单了 好 到了部队上 好好努力 贺公邻同志 是 首长 孝华 到了部队 好好表现啊 放心吧 保证不给你们丢脸 春生 你也早点过来 又不是上战场生死离别 矫情 这人推了 一点革命情感都没有 行了 别肉麻 我走了之后 对我们同学好点啊 温柔一点 别动使唤她 给你 记得我说的话 什么话 你说什么话 行行行 记得 记得给我写信 记得给我写信 一天一封 不准再想别的你 书的 书上 你也会遇到 属于你自己的感情的 嗯 你也认识 我 你也认识 安心 安心 上车 上车 走了 安心 安心 您满了 谢谢 坏儿 老公 再见 老公 再见 走了 先生 拜托 慢点 慢点 来 继续想我 来 继续想我 我等你 叫部队跟我会合 说好了 我们要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 你把去文工团的机会 让给贺洪林 本来是想成全他们 没想到 却阴差阳错地分开了他们 贺洪林知道萧春生正审没过 还是选择了离开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论是我哥还是萧春生 都无法左右贺洪林自己内心的欲望 他心底最爱的还是他自己 以前我只是不看好他和我哥 现在我也不看好他和萧春生 他的每一次选择 都会把萧春生推得越来越远 萧春生也是个聪明人 慢慢他就会明白 自己给不了贺洪林想要的生活 小梅 其实我觉得 你和萧春生才是一种人 你是不是也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萧春生 你再先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 还没收到你的第一封信 云南和北京真的很远 新兵营集训虽然很苦 但是每天在部队里都朝气蓬勃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一切都好 你呢 你好吗 对了 我昨天梦到我们带萧叔爬山的事了 半夜醒过来 突然好想你 小梅来了 萧叔叔的血压很正常 身体恢复得也很好 你辛苦了 这什么话 这不是应该的吗 来 坐 来 喝点水 春生 你最近看报纸了吗 粉碎四人帮之后 社会各界发生了可喜变化 各行各夜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 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时代变了 你应该振作起来 多关心关心 这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好 丰雁 我仔细想啊 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走出去 去拥抱这个变革的世界 你知道我一直把参军当做人生目标 虽然暂时不能如愿 但我不会放弃 只是在等待的这段日子里 我也不能无所事事啊 也许我应该找个工作了 好 好 好 春生 我支持你的想法 我期待着与你在军营相遇 也希望你能过得充实 相信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 做出一番作为 但是 你也别太累了 今天 领导过来 为新兵慰问演出挑人 我紧张得直哆嗦 不过 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春生 这是国华给你邮的杂志 还有一封信 谢谢你叔叔 走了 好 好 我跟你说 就咱这供销社来的都是老顾客 没事 你就多笑笑 笑挺汉烂的 这是糖果区 一会儿你就 你就在这儿 熟悉熟悉业务 那个是蔬菜生鲜区 早上五点就过来送蔬菜 嗯 然后你看这儿 好 日用品区 刘师 刘师 刘师傅 没事吧 哎呦 我的腰啊可真是废了 哎呦 来 老刘 你这怎么了 哎呦 乖 放哪儿啊 放到那边架上 行 来 来 这小伙谁让你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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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新来的 我徒弟 是吗 你这徒弟可真不错啊 眼里有活力其大 人麻利 长得还精神 怎么着 就给您糖回书就至于这么夸人家 哎 我看人准没错 哎 远方 这小伙不就挺合适的吗 什么合适 你的事啊 连她伤了好几个都不合适 我们家内口都天天着急上火 给你捉摸呢 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您别瞎说了行吗 这么 说什么呢 是不是不能跟徒弟有的规定 不明明了 哎呦 我的腰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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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洗 洪莲 我帮你洗吧 不用了 马上洗完了 那我帮你顶干 怎么样 部队生活还适应吗 很适应的 每天排练演出 生活得很充实 你呢 我们野战部队 比你蒙蓉工团可苦多了 动不动就是五公里跃远 还好 打小我就是当兵的笔伐 这点苦不在话下 哎 洪领 我们都知道 老来找你这叶国华 人很不错呀 你跟他这么熟 你也是大院子女吧 等我吧 嗯 嗨 你怎么做的 都是你 你看我 那好了 我 她拆不住 快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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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我穿上 志强 别收拾了 今天晚上我请你看那眼 对不起啊 师父 我约我女朋友了 你 你有女朋友了 行 那我先走了 你把门关上啊 行 放心吧 师父 这儿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吩咐 手里跪台去吧 来 瓶盖 怎么来了 黑子哥让我约你晚上跟他见面 在哪儿啊 他家 行 我知道了 点了啊 去吧 好 陈生 谁啊 就我一朋友 一看就是一小痞子 不过我跟你说啊 别跟这个社会小流氓 在一起接触 你可不能给咱们供销社 添什么乱子 师父 您放心吧 吃啊 李哥 来 李哥 嗯 我来 来 来 吃吃呢 在那儿来了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以前都是误会 小花 你脸怎么了 我 笨手笨脚自己摔的 你 你出去忙过去 忙过 行 你们聊 坐坐坐坐 喝点吗 不是 黑子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是这样 纯事 这回啊 找你来 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什么买卖 你看啊 之前跟着我天哥一块儿做走私的生意 现在他也逮着你了 也盼了 买卖倒是断了 但是我这点生活呀 这不最近跟李哥就商量着 我们想弄点那个 捣通东西的买卖 我听说你现在在供销社什么玩啊 你这样 纯事 供销社里头 那些特别畅销的产品 你自要是有能耐给它弄出来 我们在外头 加一高价就给卖了 事成之后 咱们分利润怎么样 黑子啊 你想什么呢 这供销社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 而且都是捅购捅销 我这就是小员工 我没那本事把那些东西分给你 你这不是咋我饭卖了什么 不是 你看你 别急呀 这不跟你商量吗 这事 大叔 大叔 这事啊 没得商量 来 村长 来 村长 往前 那天儿多冷啊 来 哥给你捂捂 干什么你啊 哥心疼你呗 告诉你 你再来警告黑子见 你去告啊 你一样赶不告 我就跟黑子说 是你先勾引我的 你别忘了 你在黑子眼里就是一小浪蹄子 你别忘了 你学校团竟然于是不紧红识 这个挺你的 还听我呀 中文字这一号 弹是什么 真人啊 牧上你 你真人啊 你真人啊 还欲望你 你真人啊 轻微一样 你真人啊 走开了 还真人啊 这饭吃叶佳的 衣服也是叶佳给买的 就连零花钱都是叶芳给我的 就这你还抱怨 我知道我这么说确实有点矫情 可我真特别不舒服 哥 你说我这不是成吃晚饭的了吗 吃得还挺顺嘴的 我告诉你啊 这恋爱和婚姻 都是相互帮助的 现在芳子支持你 以后你考上大学出去了 再好好支持芳子 哥 你说这能有高考吗 你觉得呢 我觉着叶芳最近神神叨叨的 说着政治风气很快就有变化了 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 天天拉着我去那图书馆 我就连回家干点活 都得找我妈生病一段借口 我觉着挺荒唐的 千万别急 沉住气 这事我觉得芳子是对的 就你相信她 她还天天找各种理由 不然我跟你玩呢 快三点了 不是 你赶紧去吧 千万别迟到了 你答应了芳子就得好好干 不是 哥 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行了 交给我吧 你赶紧进去洗把脸换个衣服 千万别耽误学习啊 不然芳子又得说你了 是 那 不是 哥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行了 交给我吧 快去 成 走 昨天没有曲子你学会了吗 没有 我也没学会 我看老师我拉得不好 太难了 黄灵 这边 我打听过了 红灵 你入伍的事 叶国华可出了不少力 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啊 不是 你别乱说 你们都是干部子女 又都是从北京来的 是不是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呀 陈灿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谁进部队 还没一两个老朋友啊 红灵家里什么来头 你操什么心啊 我不就问问吗 不让问就不问了呗 你别理他 他这人就这样 队里每个人的背景 都被他给打听了一遍 闲的 你不好奇吗 我有什么好奇的呀 我跟你聊得来 就跟你做朋友 聊不来的话 家里再大的官 我也觉得没劲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是吧 是吧 我想要吃了 是吧 是吧 谢谢你啊 能吃吗 就像你们在那里 还在那里 是吗 是吗 我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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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 下面不保 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 全面正确地贯彻 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高等学校招生 进行重大改革 太好了 方子 恭喜你 太好了 方子 高考恢复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方子 你都是对的 我 sia你 似乎你 房子 dic 让我 怎么 我有个事要宣布啊 这一次的新兵汇报演出 根据团里的意思 所有的新兵都可以报名参加 如果你们自己想表演节目的 也可以提出来 最终的节目会经过 公开公正来进行筛选 还是要以你们的实力说话 时间呢 就定在后天下午的两点 按照报名的顺序 一个一个地来 一会儿解散以后 你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名 这一次的会演 军区的领导都会过来观看 这对你们将来的发展 是很有帮助的 相信这些我不用说 你们心里都清楚 好了 希望你们把自己最出色的一面 都给我展现出来 听明白了吗 明白 红林 你跟我来一下 怎么能叫他呀 就是啊 就是啊 叫他出去干吗 那怎么能老叫他出去啊 红林啊 坐 红林 喝水 谢谢团长 你的手 没事吧 没事儿 从你们进门的第一天起 我就一直关注你们这批新兵 你是这批人里面练功最刻苦的 所以这次临选 我很看好你 谢谢团长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你呢 专业能力不错 虽然年纪轻 但是够稳重 够出色 要好好努力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回去好好准备吧 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 这一次的新兵会也只是一个起点 好好努力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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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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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回来啊 小慧 我上回问你 你没回答我 你这伤 是不是黑得弄的 没事儿 你们怎么了 他为什么打你啊 我那天就跟队里训练 我们教练指导动作 你也知道 这教练指导动作有肢体接触很正常吧 结果他跟边上不乐意了 带上堵我们教练去 我总要过去劝吧 可能人一多就给碰着了 没事儿他 他以前也这样吗 以前还好吧 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 好像特别爱吃醋 他那时伤了只眼睛 绝对配不上你 其实我知道 大家都是怎么看我的 我承认我爱慕虚荣 我就喜欢别人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可是春生你信吗 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黑子的事 而且无论黑子变成什么样 我都不会嫌弃他 我信 谢谢 你说这傻子 防着这 防着那个 防备半天 都不知道最大那四郎跟他身边呢 不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春生 我就为这事来的 兄弟党没玩那李尚游 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之前那事 他一直记恨你 你知道吧 所以啊 关键现在还有黑子 这黑子 一直对陈红军伤害这事耿耿于怀 他过不去啊 而且陈红军 也是你罩着吧 所以我就怕呀 我就怕万一 哪天这李尚游 万一要窜的黑子 再对你跟陈红军 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 那到时候 那到时候不光害了你们俩 那 那黑子麻麻也大了 所以春生 你必须多留个心眼 你一定得防着李尚游这个人 啊 谢谢你啊 小花 我知道了 那行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得先回去了 黑子也不让我出来 小花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黑子的 但感情再重要 也没你自个儿重要 如果你想离开黑子的话 我可以帮你 不用不用 春生 那个 我 我 我自己心里有数 谢谢啊 走了 哎 我前两天路过黄团办公室 你们猜 我都听着啥了 咋啦 深深迷迷的 黄团在鼓励贺洪灵报名 你们说 咱们这么多技术好的姐妹 为什么单单找她 谈话给她鼓励 黄团说了公平公正 要是想报名谁都可以去 但是能不能选上 大家凭本职说话 与其花时间在这儿说闲话 不如去练会琴 春生 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 黄团长说我是新兵里 他最看好的 鼓励我积极报名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通过林轩 你相信你才能吃饭 想你 凤雅 我都挺好玩的 有一件大型事 国家终于恢复高考了 叶芳和红军都激动哭了 真为他们高兴 只是最近李尚游和郭妃子 又讲解一起 他们还想报复红军 不过你放心 这个世界上 没有我肖军生评不了的事 我会护这牌 我也想你 我也想你 我去趟服务部 买点东西 你去吧 回去 撑 我也走了 你等会儿 怎么了 这几天咱们进出 你总是东看西看魂部首社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大事 你别管 我说肖春生 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 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你总喜欢把别人的人生 扛在自己的肩上 你 我哥 贺洪凌的事 就是因为你退让才理不清楚 我和国华之间 这么多年的哥们情谊 你是不会懂的 你到底说不说 多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 但就一条 好 你让洪轩 注意安全 颠着吧 坐车去啊 对啊 为了节省更多的学习时间 我跟我爸说好了 从今儿开始 咱们搭我爸的车 去图书馆 这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走吧 洪凌 你选上了 你选上了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 是靠关系进的文工团 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 堵住那些人的口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 我自个儿知道 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 那不行 人太善良 是会被欺负的 你啊 有时候就得硬气点 是是是 我知道了 纯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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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丈母的 佩子 咱俩的事 跟其他人没关系 你有什么话 咱出去说 行吧 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儿说 行 你说 小慧 前两天找你了吧 肖春生 我发现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先是贺红莲 现在又是小慧 怎么意思啊 兄弟的女人 你就都得沾一下 你有这爱好是吗 黑子 你把嘴巴放干净点 是 小慧前两天是来找我 但她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对 她担心你 她想让我劝劝你 黑子 这天下没有白德的午餐 更何况 是鱼虎鲁皮 这某些人 之所以在现在跟你低头 跟你套近乎 那都是迫于形势 要是有一天她得赦了 她会把在你这儿受的每一分期 全都还你 孩子你听我一句 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 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 不能当兄弟 小春生 小春生 你是在说我了吧 我发现你啊 还挺会挑拨离间的啊 我这样做不了兄弟 你这样想 我听说贺红林 现在跟你在一块堆啊 她原来不是齐天儿的女朋友吗 后来我听说 和你那好兄弟叶国华 不清不楚的 这就是你们说的那种 亲得彼此不分的好兄弟 李尚游 我告诉你 我 天儿哥 贺红林 叶国华 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 我跟你说不着 但是 贺红林从来没有做对不起天儿哥的事 你这事我知道 是天儿哥把贺红林托付给你 让你照顾他 不只是红林 还有我们这帮兄弟 也全都托付给你了 我就特别不明白啊 你们这些当大哥的 是不是都这么自以为是啊 我跟天儿哥这么多年啊 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 他说往东我都不往西 他说年狗我就不抓鸡啊 我蛇之眼 我大哥让我认 行 我认了 养狗也就这样了吧 啊 他走了 你不要我们了 行 你别拿我们送人呀 把我们托付给你 凭什么呀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他发芽 波光灵灵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你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青彩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我在海边冲下一颗种子 冲进茶长达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 波光玲玲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你在讲我在听 在听 杨茜茜茜 在听 杨茜茜茜